由于近日疫情趋缓 华联南区游客也慢慢的增加 预理分局就表示 近日他线偶有发生超跑或改装车 在深夜呼啸而过 扰人情梦 为了遏止尽速驾驶发生车祸 预理分局是特别规划了勤务来加强防治 由于近日疫情趋缓 华联南区游客也慢慢的增加 预理分局表示 近日他线市会有发生抛跑 以及改装车在深夜呼啸而过 扰人情梦 为了遏止尽速驾驶发生车祸 预理分局特别规划了勤务加强防治 更特别针对193线道加强取缔 防止观光客驾驶改装车辆上路 如果拦查到疑似改装车辆 除了举发相关违规之外 将摄影并上传环保署噪音车检局网站 办理临时检验以遏止相关行为 另外也呼吁民众 切勿任意改装车辆 或拆除消音器 除了能够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 也能够避免制造噪音而伤财 最后预理分局也会持续的执法 来维护民众权益 要给南区三个乡镇的居民舒适环境 记者高雄双环境阵采访报道